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议论别人的是非 汉朝文学家马元在《戒兄子言》对书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好议论人长短 望是非正法 议论别人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天性 每个人都会 这中间就是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它是存在的 曾国藩就曾经吃过这个亏 在咸丰元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曾国藩直接上书指出了咸丰的缺点 说皇帝刚愎自用 不懂得把控洪光规划 那结果呢 我们知道 气得咸丰皇帝是直接把奏折给摔在了地上 要治曾国藩的罪 幸亏是有穆章阿这些人的说情 皇帝才作罢了 后来呢 他反省自己的行为 觉得这都是多言惹的祸 有的时候直言尽见是好的 像微证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呢 直言也会不小心地冒犯了别人 变成了一人是非 再来说一下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不能很好的保守对方的秘密 保守秘密 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一项 基本的做人准则 国语当中也说过 防疫如城 守口如品 口中是最容易出是非的 所以说守口就变得是很关键了 而且曾国藩也提过群居守口 在日常生活中呢 要守住原则 不说违反原则的话 更不能去说别人的秘密 或者是别人的隐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 再见